我特别想让你看这张照片 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刘诗文在2009年 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 这是2009年 这是2019年 其实看到这个照片 我还是能一下 感觉像 穿越回头的 我能想起来当时拿完冠军那一瞬间那种感觉 那会儿就是 觉得挺开心 这么容易就拿了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 没有觉得特别激动 然后好像也没有今天比赛的这种状态 那么 那么 那么投入吧 就是没有说那种 对于每一分球都感觉像在玩命那种 对可能现在对于比赛的这种感觉和理解 和那会儿就好像不一样 因为小的时候刚出道说实话就是去拼去冲 赢一局试一局 然后最后有的时候也就 蒙赢了 就现在对 现在感觉就是也就蒙赢了 但是其实真的是靠一股冲劲和天赋 拿了这个冠军 但是现在可能比赛的东西是跟那会儿远远不一样的 对现在身上这种责任压力包括每一次比赛自己对比赛这种珍惜包括对手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这种一种压力吧 但是我觉得这会儿才是最真实的自己最真实的水平和能力 还是因为经历了一七一八这样的这种低谷吧 说实话自己也 市井赛打完也说我一度想放弃 然后又坚持到了19年 说实话市井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对我自己来讲 然后我从市井赛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潜力 找到了自己的比赛状态和节奏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市井赛这样一个突破 然后在后续的这些训练和比赛当中能够形成自己的 自己的这种风格 自己的节奏 然后还能够不断地去提高去进步吧 好好珍惜自己后面的这个运动生涯吧 说实话确实今天这一年也真的是非常感谢 一个是刘国梁主席离职 包括我的主管教练马林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平常一点一滴对我的帮助 其实都是由量到质的这种一种改变 就真的是因为你平常做到了 所以到了这种关键最后要劲的时候 你才不够有底气 但是可能以前有的时候就是散惯了 对平常训练有的时候一累了或者一碰到困难 会习惯性的想松一下呀无所谓这样 其实他们都会要求我 就是平常其实过得还挺苦的 所以到比赛这一瞬间你不会想要轻易放弃 平时过得有多么的苦 也不是苦吧 就是真的是在你不想坚持或者说非常难受的时候 你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 要求自己去做到极致或做到未完 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是欠缺一些 但是呢现在我觉得一个离职 包括马林他们平常都会给我提出要求 不停地在提醒我 其实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点一滴做得更好 只有你做到了 你才能够真的承担起那份责任吗 我觉得马林给你当主管教练之后 因为她就是一个生活中除了乒乓球 完全没有别的东西的人 是不是你现在也在她的影响下 变成一个生活中只有乒乓球 没有别的任何东西的人 其实还好吧 但是因为现在慢慢可能年龄也大一些 可能我觉得是自己的专注度会比以前 要有一些进步 可能以前会受作为环境啊 别人说话 这种无形呢就会把自己带走神了 这种会去想别的 现在我觉得无论是自己的训练比赛 会不会那么多的去考虑这些 就是专注在自己的状态里面 能够时刻保持自己的专注 我觉得这一点是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今天拿了五冠王啊 你还能跟我们数一数 这五次冠军都是在哪一年的什么比赛吗 我现在一下记不起来了 但是呢我大概知道我决赛是 大概知道决赛是赢了谁吧 应该是第一次是赢了郭月 然后第二次 第二次 好像有一次赢的是舞阳 然后有一次赢的是石川 还有一次是萨玛拉吧 然后这一次 不断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提供很多的信心 其实呢有些人是从失败当中去找自己的问题 但是可能到一定程度之下 应该是要从胜利当中去找自己的问题 你会从这种比如说胜利当中的比赛去找自己的问题吗 我觉得我每次不管胜负我都觉得自己身上很多问题 对就是虽然有的时候赢球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细节 我觉得是处理的不够到位或者不够好 我觉得这些还值得下来好好去总结吧 证明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 嗯 嗯 嗯